吴老弟 你这本事 我可是羡慕得很啊 要不教我几首 陈建军一脸期待 再看到了吴臣那一首本事 他着实是心动得很 虽然说两个人都从部队里出来的 但是从上一次来看 陈建军心里面就非常的明白 吴臣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兵 要是能够从吴臣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那可再好不过了 陈老哥 让你说笑了 我这本事还差得远呢 就是随便瞎打的 不过 吴臣是没有这个兴趣 想当初在部队的时候 上面领导愣是让他带一批徒弟 死活都不肯 搞得领导非常无奈 最后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够交给吴臣别的队友 去做这个任务 谁让吴臣最后开口 就要说退伍 这上面哪里会让 见吴臣并没有这个打算 陈建军心里有些失落 但是也不好说些什么 毕竟人家都不愿意 总不能强求不适 陈轩宜在边上看着 面上没有什么动静 只是看吴臣的眼神 稍稍有了些变化 起初他以为吴臣就是一个有点能力的农民而已 不过现在看来 这个判断实在是有些错误 哥 我想到边上去逛逛 等会儿就回来 过了一会儿 陈轩宜对陈建军说道 这荒叫野外的 你去干什么 陈建军皱起眉头 我就到边上去看看 顺便弄点好看的植物 拿回去做标本 陈轩宜解释道 陈建军立马拒绝道 不行 要去的话 等会儿我跟着你一起去 你一个人不要到处乱跑 哥 我都这么大个人了 难不成还能丢了呀 陈轩宜有些不乐意了 他本来就待着有些烦闷 刚好想起来收集植物标本这个事 便思量着资格去玩玩 这下倒好 陈建军直接就来个不同意 顿时心里面就有些不大高兴了 陈建军也是有些无奈 他最是清楚陈轩宜的性子 不要看着表面上很是温柔 其实这好动起来 可不比男生差 可要是在山上出了点什么意外的话 那他怎么回去交代 还不得让家里人给骂个狗血喷头 我不管 你就是不让我去 我也得去 在这无聊死了 陈轩宜有些愤愤 陈建军起身就要阻拦 可是一看到陈轩宜那一副样子 面色又缓和了下来 问道 真的要去 当然 陈轩宜重重地点了点头 表示出非去不可的态度 陈建军也很是无奈 不由地叹了口气 朝手里处理到一半的兔子看了看 那个 吴老弟 能不能麻烦你跟着他一起去 毕竟你也对这周边熟悉一些 陈建军实在是走不开 只好是求助边上的吴臣 心里头也还是有些担心 怕吴臣不会答应自己的请求 朝兄妹两个看了看 吴臣也没有说些什么 只是稍稍点了点头 反正现在也还没有开饭 跟着陈轩宜走走也没有问题 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那就谢谢了 陈建军投来感激的眼神 陈轩宜对此也没有说些什么 有吴臣跟着的话 也是比较安全一些 随后 陈建军独自留在溪流边上 处理着食材 吴臣就带着陈轩宜朝边上的林子里走去 在行进路途中 陈轩宜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反正就是和吴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对此 吴臣也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一个女孩子 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 始终是要有些防备的 进了树林后 陈轩宜倒是活跃了起来 这走走那看看 手里不一会儿就摘了许多的植物 对收集植物这种事情 吴臣不怎么感兴趣 也没怎么注意看 而是朝着边上瞧了瞧 看看有没有什么药材 那个你能来帮我一个忙吗 陈轩宜突然喊了一声 吴臣抬头朝对方看去 问道 怎么了 抬头的一瞬间 两人四目相对 陈轩宜倒是有些不大好意思 眼神躲闪了一下 朝边上看去 我想把那一株花给摘下来 我还从来都没见过呢 陈轩宜指着边上的一块陡坡 在上面有着一朵黄色的野花 正是这个吸引了陈轩宜的目光 吴臣顺着对方的手指看了过去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这说是陡坡 其实说是一处山壁还差不多 在一些绿色小草下面 直接就是裹露的石头 这要是攀爬上去的话 那可得费一大把劲 吴臣是没有多大兴趣去这么做的 只是 边上的陈轩宜 却是一脸期待地看着 这让吴臣有些不好拒绝 正在纠结的时候 边上传来一阵响动 吴臣回过神来 却是发现 陈轩宜自个 已经是朝着上面攀爬了起来 喂 你这样很危险的 先下来吧 吴臣朝陈轩宜喊了一声 他可是答应了陈建军的请求 这要是陈轩宜出了点什么事情的话 那他肯定是脱不了干系 没事 我练过攀岩的 这点就是个小问题 陈轩宜反倒是爬得更快了一些 吴臣有些无奈 这小妮子果然是有些汉子 这么高的地方也敢徒手攀爬 要不是亲眼看见 他还真的不会相信 要知道 就这样的地方 一般的男人过来了 都不敢直接就这么朝上面爬 而且 这花生长的地方 也有那么一大段高度 要是一个不小心摔下来的话 指不定就是一急伤残 哈 我踩到了 陈轩宜看着手里的野花 开心地喊了一声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手上抓着的石头 却是猛然一松 紧跟着 整个人都随着石头坠落而下 在下面等候的吴臣 看到这一幕 瞳孔猛的一阵收缩 虽说高度大概是两米 但是这地面上全都是碎石 要是有一个不走运的话 那可就是会非常的遭罪 吴臣也不敢多想 连忙迈不上前 朝陈轩宜伸出了手 正好把对方给接住 只是在接住的一瞬间 吴臣感觉到手里有些怪异 是那种软软的感觉 而在吴臣怀里的陈轩宜 早已经是羞红一片 都不敢抬头看吴臣 感受着手心上传来的柔软 吴臣总算是明白了 自己这分明握着的 就是陈轩宜心口私密处 不得不说 陈轩宜的身材 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心口处也是非常有料 被吴臣这么给抱住 陈轩宜面色有些焦急 身子不由地抖动了一下 想要这么拖出来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动弹 反倒是越发地压在了 吴臣的身上 就连心口的位置 也朝着吴臣的手心上 偏移了一些 陈轩宜本身就穿的是 一件白色短衫 而且还搭配了一件超短裤 这种极其清凉的打扮 让吴臣有些把持不住 一时间 在吴臣的脑海里 就出现一幅香艳的画面 顿时生起燥热的感觉 卧槽 不带这么玩的 你说你摔就摔吧 怎么就那么准呢 这不是明摆着在诱惑我吗 吴臣额头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心中不停地克制着燥热感 他可是清楚得很 有些事情可是不能够乱来的 然而 面对怀里的娇躯 吴臣的目光 还是不由自主地 就朝对方的领口里面看去 快 快放我下来 陈轩仪这会儿也是羞得不行 声音都变得跟蚊子叫一般 吴臣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把陈轩仪给放下 挠了挠后脑勺道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 陈轩仪面色战红 知无道 等会回去 你可千万不能够 说这件事情 吴臣点了点头 他又不是傻子 这种事情当然是知道的 若是让陈建军给知道 自己占了他妹妹的便宜 怕是要跟自己拼命 别看陈建军面上不怎么管陈书仪 实际上就是个好哥哥 吴臣完全相信对方会做出什么样来 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占便宜这种事情 本来就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 得了便宜还卖乖 还是不要做做的好 陈轩仪刚才自然也是感觉到了心口的手掌 此刻也不敢看吴臣拉扯了几下衣服 就朝来的方向回去 见对方手里的植物都掉在了一边 吴臣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还是不要去凑这个事情了 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我这兔子都快弄好了 见吴臣两人回来 陈建军连忙招呼着两人过来吃大餐 只是陈轩仪没有搭理他 这让陈建军有些诧异 回头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烤兔子都不过来吃了 听到问话 陈轩仪才反应过来 随意应了一声 便走了过去 陈建军没有注意到陈轩仪的不对劲 而是直接从兔子上 扯下来一只肥腿 朝吴臣递了过去 吴老弟来尝尝老哥的手艺 陈建军很是豪爽 吴臣倒也没有推脱 将兔腿肉接了过来 顿时一股肉香味 就朝鼻孔里面钻来 不得不说 这肉香很是诱人 加上这兔腿上油脂不断外貌 吴臣也不多说 直接就下了嘴 陈老哥 你这手艺还真是不错 吴臣不禁夸赞起来 说实话 以前在出任务的时候 边上没有吃的 也是靠这种打野味来填饱肚子 只不过 他的手艺可没有这么好 仅仅是能够下嘴的地步而已 嘿嘿 能让吴老弟看上眼 我也算是有幸 好吃你就多吃点 反正这兔子多着呢 陈建军咧嘴笑了笑 也是抓起面前的肉来 朝嘴里放去 三人在西边饱餐了一顿 心里都是舒畅了许多 随后又在山上打了一会儿 烈 眼瞅着天也快要黑下来 便回了村子里 乔玉兰看到三人 拿了一堆的战利品回来 很是惊讶 这可不比上次吴臣打的 野猪众人分的肉少 陈建军在村子里坐了一会儿 便带着陈宣仪要回去 吴臣也没有过多的挽留 见对方送到村口便罢 再回去的路上 陈宣仪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朝着驾驶位上的陈建军问道 哥 那个吴臣到底是什么人啊 怎么了 你看上他了 陈建军调侃道 你瞎说什么呢 一想到先前在山上的事情 陈宣仪的脸就红了起来 没有那你脸红什么 你要真的是看上了 哥哥保证把人给追到手 陈建军笑呵呵地说道 陈宣仪深吸了口气 面色变得严肃了一些 行了 问你点正事 啥事 搞得这么正经 陈建军不以为然 我今天感觉 你怎么对那吴臣 有点巴结的味道 平日里 你可不会给人那么客气啊 这个问题 陈宣仪早就想问了 只不过一直都不方便 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机会 自然是要解开心中的谜团 听到这话 陈建军的面色 也跟着沉了下来 半嗓才说道 巴结他是必须的 你可知道 上次他来我这 一个人就把我管子里的 打手全打怕了 哥 你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陈宣仪眼睛睁大 别人不清楚 他可是非常的清楚 这棋牌室里的那些打手 可都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一般人想要打到一个都难 更不要说全部了 哎 我也不想相信啊 可是这家伙 就是在我面前做的这事 不相信也没有办法 陈建军叹了口气 回想起当日的事情 他心里还有些胆颤 要不是吴臣本身 就不是来砸场子的 怕是棋牌室早就不存在了 我跟你说吧 那小子也是不对礼的 而且就以他那身手 我敢保证 他就是兵王级别的人 说这话的时候 陈建军的语气很是严肃 面上的表情也跟着改变 陈宣仪感受到了这一气氛 但还是问道 这也没有必要去巴结他吧 他现在也就是农民而已 你知道什么 现在不知道多少人 眼红着咱们家的棋牌室 俗话说不怕人偷 就怕贼惦记 要是能够和他打好关系 我这棋牌室 也就不用担心别的了 陈建军沉生说道 坐在后座的陈宣仪 这会儿微微张口 眼中闪过一丝惊疑 心里面对吴臣 开始有了些好奇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竟然能够让陈建军 都这么想要巴结 后面几天 吴臣的药酒也出来了一批 给慕容天送去的时候 愣是让对方惊讶了好酒 一个劲儿在吴臣面前说 这次的药酒怎么怎么的好 要是能够越来越好的话 又会怎么样 一番啰嗦下来 听到吴臣耳朵都差点起了茧子 最后直接给慕容天的怀里 塞了一小罐子 让慕容天把嘴巴给闭上 让吴臣有些惊讶的是 上次拿过来的药酒 也已经卖空 现在反倒是能够直接换新货 而且从慕容天那里 也了解了药酒的需求量 可以说是非常的乐观 很多人都慕名跑了过来 问这个事情 听到这些消息 吴臣的心里也是非常的欣喜 按照他的想法 现在这药酒生意 总算是开始走向了正轨 从慕容天这里 把货款拿了 吴臣便到陈灵处 把剩下的工程款都给对方结清 这让陈灵都有些意外 他本来还担心 吴臣这边工程款久久不来 到时候工人们 可就会非常的不满意 最是让他们庆幸的是 这一段时间内 也没有了人过来捣乱 工程十分的顺利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那么快 对此 吴臣没有过多的去思考 到底是谁之前坏事 他也还没有个准确的答案 索性就把事情放在了一边 既然对方都不来搞事情了 那他也没有必要 整天为了这个事情 东问西问的 那累不累啊 很快 半个月过去 吴臣的新家 总算是建了起来 外面还贴了一圈的瓷砖 比李大发家的 看起来要气派许多 在郡公的那一天 村里面很多人都跑了过来看 一个个眼睛里面 都是十分的羡慕 这可是二层小楼啊 是一般人 能够建得起来的吗 小陈呐 你爹要是在下面知道的话 肯定会高兴坏的 成绩宽看着面前的小楼 眼眶不由的湿润了起来 这么多年 他一直就把吴臣当自己的儿子 现在看到自己的儿子有了出息 他能够不开心吗 见状 吴臣鼻尖一酸 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要是自到老爹还没有去世的话 现在也能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你个缺心眼的 今天在这里说些什么丧气话 旁边的成婶直接拽了一把成绩宽的耳朵 当场就呵斥了起来 哎呦喂 你个臭婆娘 赶紧把我耳朵给放开 成绩宽是疼得直嚷嚷 惹来周围人一阵大笑 村民们看了一会热闹 也都纷纷散开了去 毕竟这房子又不是自己的 总不能为了看房子 连活都不用干了吧 再说了 吴臣也都给大伙说了 赶门把东西都配置好 就请他们吃乔千宴 这会儿也没啥着急的 下午 吴臣上了一趟镇上 这新房已经盖好 那总得买一些家具电器吧 之前老房子的那些 早就给自己丢了 让张斌那一伙人给误会了 根本没法用 看着都恶心 只不过 吴臣到了镇上 却是有些猛逼 这都不知道该去哪里买 镇上这两年也赶上了政府计划 发展得倒也还不错 最起码这开家具店的 倒是有那么几家 在街上逛了逛 吴臣总算是找到了一家比较满意的 里面有着电器 还有着各种家具 算得上是镇子上比较齐全的家具店了 不过 走进去一看 吴臣这才发现 家具店根本就没有多大 只不过是东西堆得比较紧凑 看上去很多产品似的 然而实际上 人一走进去 都感觉到非常的压抑 而且 活动都不好活动 吴臣皱了皱眉头 正打算转身出去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你好 是来看点什么的吗 听对方的口气 应该是这店里的老板 吴臣索性停下了脚步 这人家都已经出来了 自己要是不声不响地走了 多少有些不太好 转身朝对方看去 发现对方是个穿着清凉的女子 要貌还挺不错 倒也算得上是个美女 这位老板 你需要点什么吗 见吴臣盯着自己看 女子面色有些不大好 再度出声询问道 这女子叫徐梦 正是家具店的老板 只不过这店子里 一直没有什么生意 店面也快开不下去了 这本来以为来了个客人 没想到是个不要脸的流氓痞子 上来就盯着他看 就当徐梦心里埋态的时候 吴臣开口道 我过来看看家具还有电器 徐梦都已经打算 把这个男人给赶出去 可是听对方一开口 顿时就愣了一下 要知道 这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人要来买家具了 而且对方一开口 就是家具电器一起买 这简直就是一桩大生意啊 不过 这欣喜只是暂时的 徐梦眼中的光亮 随后就暗淡了下去 人家现在都还没有掏钱 谁都不知道 这生意最后做不做的成 现在进店来看的人 几乎都只是随便看看 根本就没有打算买的心思 话是这么说 但徐梦还是问道 好的 那你都需要一些什么呢 桌椅沙发 电视这些 吴臣想了想说道 这些也算是一个 新房里必备的东西了 至于其他的 以后再说 他现在手头也不是非常的富足 这话传到徐梦的耳朵里 那简直就是天类之音 连忙领着吴臣朝店里走 桌椅沙发都有 不过我这里放的样品比较少 但是有图册 你要是看上了哪种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发过来的 吴臣这才发现 在这店里 后面还有一部分空间 比较宽敞 大件的沙发桌子 都在里面放着 不过和徐梦说的一样 这里面还真的没有什么样品 看来看去 也就是一种两样而已 吴臣不仅皱起了眉头 就这么点样式 说实话 真的很难选购 似乎是看出了吴臣的心思 徐梦也是有些窘迫 不好意思地说道 要不 你看看这些图册上的 说不定有你满意的 吴臣摇了摇头 说道 算了 图册我就不看了 就选那一件好了 见吴臣摇头的那一瞬间 徐梦的心都是拔凉拔凉的 他就是担心这种情况发生 可是这也没有办法 本来生意就不好 要是再弄来这些样品的话 那到时候卖不出去 损失的可就是自己了 然而再听到吴臣后面的话 徐梦一下就傻了 他愣是没有反应过来 见后面没有动静 吴臣疑惑地扭过头去 朝徐梦看了一眼 见对方一副痴呆的样子 便喊了一声 老板 啊 好好好 我现在就给你去包起来 徐梦手忙脚乱地 扯过边上的包装箱 打算去给吴臣看中的那套沙发包装 他现在可是非常担心 吴臣等会就不要了 那么这一趟生意可就没得做了 不用着急 我再看看别的 等会一起包装吧 吴臣说完 就朝别的地方看去 那 那个 我还是先给你包起来吧 到时候免得麻烦 徐梦心里可是着急得很 他是觉得要是不能够立马把这些沙发给弄好 吴臣说不准就会改变念头 好不容易来个客户 总不能就这么给放走了吧 而且还是个非常有购买意向的客户 朝徐梦看了一眼 吴臣也明白对方心里想写什么 随即便笑了笑道 老板 你就给我介绍一下吧 逛了这么一会儿 懒得去别的地方看了 听到这话 徐梦的面色愣了一下 进而便笑了开花 他哪里能够不明白这个意思 看来这一波是稳了 那行 你看看你还需要一些什么 我都给你介绍一下吧 吴臣宁眉想了想 然后道 空调冰箱这些 你能带我看看吗 开始都没想到这一茬 毕竟这马上就到三复天了 要是没有空调和冰箱的话 那可就很难过了 呦 我这的都是大牌子 城里人都喜欢用的 而且质量非常不错 徐梦指着边上的几件美的产品 给吴臣说着 还介绍着各种的好处 吴臣倒是没有怎么注意 只是朝着那些个电器上看了看 心里有了一些底 这个东西的质量 他是不会太过于去注意 最起码这老板自己说 那是没多少可信度的 还是要等自己试过了才行 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看看这些东西的价钱 要是超出了自己的预算 那就是再好也不可能买得下来的 还好的是 到目前为止 他看上的这些个电器 价钱都还挺合适 那你给我算一下 这些一共多少钱吧 吴臣指着几样问道 啊 就是这些都要吗 徐梦还想着 怎么给吴臣介绍自己 这些家具的好处 这会儿是一下 没有反应过来 吴臣点了点头 对 这些加起来 就当是一套吧 毕竟自己的新房子 刚建造起来 里面虽然说不弄得太过于豪华 但是必备的还是不能够少 好 你等等 徐梦哪里敢拖沓 赶紧就拿出计算器 劈里啪啦一顿点 片刻后抬头迟一道 一共是一万零两百 说这个价格的时候 徐梦还是有些纠结的 毕竟这个价钱 实在是太高了 虽然说单个商品的价格不是特别贵 可是这加起来 对于一个农村里的人来说 那就是天价 只是 让徐梦有些意外的是 吴臣居然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似乎没有听见一般 依旧站在边上 看着其他的东西 啊 帅哥 你要的这些东西 一共是一万零两百 徐梦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声 吴臣这才有所动作 稍稍点了点头 然后才说到 能不能给我打个折 你看一次性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而且我还想选选木地板 吴臣心里还是有些惊诧的 本以为徐梦的这个店里 也就是一些大家具家电之类的 没想到就是连灯具和木地板 这些都有 真的是非常齐全 要是一次性在这里给弄好的话 那么可以少走很多地方 也不用和那么多的商人讲价 还是挺不错的 当然了 前提是 对方能够给自己一个满意的折扣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痛快地下决心 徐梦在听到吴臣的话 心里猛地跳动了一下 虽然对方刚才是有过提示 不会去别的地方了 可是他还是有些激动 想到吴臣说的折扣 徐梦咬了咬嘴皮子 直接说道 那行 我给你一个最优惠的折扣 8.5折 你看能行吗 呵呵 直接8折怎么样 我再选一些灯具 吴臣笑道 徐梦立马就瞪大了眼睛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在这里全部都给选中 而且十分的齐全 这简直就是一笔大单 那里有能拒绝的 当即就点起头来 说道 当然可以了 8折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 这也是最优惠的了 要是还想优惠的话 怕是没有办法了 生怕吴臣还要讲价 徐梦也是在最后 给对方打了一记防疫针 免得等会又来起什么争执 嗯 没问题 你先帮我把这些给装起来 我去看看灯具 吴臣没有在意 这个折扣 也已经是达到了他的心中所想 要是一味地打压价格 那么人家怕事不要赚钱了 徐梦的一颗心 总算是能够放下来一些了 连忙拿起包装袋 开始给吴臣看上的那些东西 打起包来 随后 吴臣也把别的东西都给选好了 按照折扣下来 一共是一万八千 将近两万的价格 他心里面也非常的清楚 这些东西加起来 要是放到城里面 没有个几万是根本下不来的 当然了 在选东西的时候 吴臣也是找的实惠选 毕竟一些太贵的 他现在也消费不起 至于木地板 那都是只敢在两个房间里面弄下 要是整个房子都铺上木地板的话 怕是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 从吴臣的手里接过线前 徐梦的嘴都要合不拢了 他开始还担心 吴臣会犹犹豫豫 实在是没有想到 对方会会这么爽快 算是做生意这么久来 第一次见到这种客户了 把所有东西都给打包了一下 徐梦到市场上 给吴臣找了拉货车 然后把东西都给装了上去 等到东西把后头车斗都给装满 边上那些开店的同行 一个个都是瞪大的眼睛 他们愣是没有想到 这徐梦居然一下卖出去这么多货 要知道对方的店子 早就是半死不活了 几天过后 吴臣买回来的那些店器 都让徐梦叫来的师傅 给全部安装了上去 整个屋子总算是彻底搞好了 看着新房子里的布置 吴臣的眼中闪起一阵金光 这一栋房子 要是放在以前 那是敢都不敢想的 就连现在 很多村民都弄不起来 只能够在外面站着看看 心里面羡慕一下 在农村里面 搬迁是一件大事 不管是哪家 但凡有点条件的 肯定是要请村里人来吃一顿乔迁宴的 当然 要是没有点条件的 也不可能住得进新房不适 这毕竟是一个风俗 讨个好彩头 顺便也能够在村里人面前炫耀炫耀 这怎么说 脸上也有光不适 不过话是这么说 也有些抠门的人 不会办这样的宴席 那十几桌子下来 没得个四位数 能够操办下来 就好比李大发 当初乔迁的时候 就在自家门口打了一封鞭炮 完了什么鹰都没有 村里人都在背后指点了好久 吴臣氏没有管这些 对于他来说 钱这个东西 没有了再赚 该怎么安排 那就还是该怎么安排 而且这样来 还能够拉近周边村民的关系 何乐而不为 早早的 在吴臣心家门口的空地上 就已经摆上了十几张大圆桌 柴火灶边上 也有人引在忙活着 成绩宽是负责这一次 乔迁宴的人 面上也是乐呵的不行 这毕竟是自己从小看着 长大的吴臣的好事情 他心里面也是激动的 不能自疑 而且这种乔迁宴 本来就是大事情 吴臣二话不说 就让他去办 这种信任 能是一般人拥有得了的 然而实际上 就是吴臣懒得去管这些事情 他觉得麻烦 反正成绩宽对这些事情都比较有经验 就让对方去做就好了 快到晌午时分 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些村民 这个点也是时候该入席了 毕竟边上的备菜区 已经放了许多的菜肴 眼瞅着这就要开席了 成绩宽却是皱起眉头来 嘴里嘟囔着 吴臣这个臭小子 大清早地跑哪里去了 本以为没看到吴臣的人 是以为对方还在睡觉 可是这都这么晚了 还是没见着人影 跑进屋里头一看 压根就没找到吴臣 这乔迁宴上没有主人 那可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这总不能让自己安排宴席 还得跟着主持吧 到底是谁讨彩头 正在成绩宽交集的时候 吴臣背着一些草药 从外面回来 成绩宽一下就窜了上去 我说你个臭小子 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这大清早地还跑去后山 耍啥脸 吴臣干笑了就几声 我这不就是上去找点药材 到时候药酒也可以开始做起来了 让成绩宽几人酿制的酒 这一段时间也出了不少 品质都非常的不错 吴臣便想着 把药材也换一换 让药效提高一些 这样一来的话 药酒的整体档次都会提高一个大段 行了行了 你小子就想着你这药酒 赶紧的 等会你也该出去说两句 乡亲们都来得差不多了 成绩宽也就是嘴上唠叨两句 说实在的 他也拿乌臣没有什么办法 毕竟人家都已经这么大了 真的管得着 乌臣点了点头 他回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很多人在洗礼 路上也碰上好些个熟人 把东西放下 乌臣回到房间里面 把衣服换了一下 随即便走了出来 这会儿也已经到上菜的时候 帮厨们迅速地把菜 往十几张桌子上放 乐得村民们那是一个笑眯眯的 要知道这绿水村 这么几年来 就没有吃过这么大排场的乔迁宴 毕竟家家都穷得不行 这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哪里有钱去盖新房子 各位乡亲们 今天大家能够来参加我的乔迁宴 我很开心 这说明大家非常给我面子 这么些年也多谢大家的照顾 乌臣扯了扯嗓子 说了两句羌话 后面发现实在发现没什么好说的 便道 哎 说这么多也没有屁用 还是大家开始吃起来才热闹 村民们也都是咧着嘴 一个个笑着 对于吴臣他们是打心底的佩服 这年轻小伙子可算是年轻有为啊 这才回来了没多久 新房子都给盖上了 一些家里有女儿的人 心里面都开始有一些想法起来 当然 这人群里面自然是有眼红的 可是这也不敢表露出来 他们可是知道吴臣有什么样的本事 除了铁头娃 估计今天没谁敢搞事情 乔千燕也算是顺利 村民们个个都是吃饱了走的 每一张桌子上压根就没剩什么菜 一个个心里面 都是非常羡慕吴臣的两层小楼 有些人进去看了一眼 那都是瞪大了眼睛 他们顶多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空调这些 吴臣家里可都是有 要知道 这在村民的眼里 这些玩意儿可就是高档货 最便宜的都得四位竖起 可是抵得上一些贫困家庭一年的收支 过了一会儿 来参加宴席的人都基本上走了 就算他们还想多看看吴臣的新家 可是这怎么地也是别人家 而且他们手头上还有许多事情 成绩宽等人去收拾碗筷 吴臣则是回到房间里面 这正是中午 很湿热 这一会儿就出了身大汗 正打算进屋里凉快一下 这前脚才刚进屋里 后脚就跟了个人进来 吴臣眉头一皱 下意识地转身朝对方抓去 看到来人不由地愣了一下 春桃嫂子 看见柳春桃站在自己面前 吴臣有些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柳春桃跟着自己进来 莫不是有什么事情 正想要开口问问对方 谁知道这柳春桃 直接就把门给关上 然后朝着吴臣伸出一根手指头 颇有意味地勾了勾 更重要的是 这勾一下就算了 柳春桃身子还跟着扭捏了一下 身上的吊带裙就滑落了一根 映入吴臣的眼眸中一片雪白 吴臣满脑子的问号 这到底是是啥情况啊 二话不说就这样勾引 真的好吗 不过 这家美的身材 的确很有诱惑感 而且格外的黄眼睛 吴臣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 春 春桃嫂子 你这是 话还没说完 柳春桃伸出一只手 将吴臣的嘴给轻轻捂上 抖动了几下嘴皮 轻声道 臣 你觉得嫂子好看吗 嗅着柳春桃身上传出的淡淡体香 吴臣心头一阵火热 连忙点头 好看 当兵当三年 母猪赛貂蝉 要知道 柳春桃可是丝毫不输给乔玉兰的大美女 本身她就是一个火气方刚的青年 能够忍耐到 现在已经实属不易 胸膛处 碰碰直跳动着 感受到吴臣的变化 柳春桃大喜 对男女之事早就熟忍的她 岂能不知这代表着什么 风韵成熟的身子入怀 吴臣的呼吸声越发沉重 她的眼中充满了血火 来吧 要了嫂子吧 嫂子喜欢你 柳春桃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 以她的姿色 村里面不知有多少男人想要染指她 可以说 只要她勾勾手指 绝对不缺卧榻之兵 但 她不是王秀娟 王秀娟完全是为了生理需求 而她只想和自己喜欢的人 自从第一眼见到吴臣 她就被吸引了 每晚孤诊时脑中回响的 都是吴臣那阳光帅气的脸庞 和高大健硕的体格 思念可以让人发狂 所以今日她才会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 要了嫂子吧 柳春桃攥着吴臣的手更紧了 吴臣也忍不住了 手里不知觉地活动着 她伸手就要解开柳春桃身上的衣服 小陈 你在吗 这时 一道女人的呼喊声响起 犹如闪电一般让吴臣惊醒过来 邪火如潮水一般消退 扭头望去 就看到乔玉兰举着手电筒 正朝这边走来 坏了 这要是被乔玉兰发现了 那还得了 该怎么想自己 她连忙一把推开柳春桃 柳春桃也听到了 同样吓了一跳 刚刚的念想瞬间消散 她慌乱地整理着身上的衣服 都是一个村的 要是真的被人发现了 她该多尴尬 即便在泼辣 柳春桃始终都是个女人 小陈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已经走过来的乔玉兰 胡疑地问道 嗨嗨 春桃嫂子说小卖铺要进点东西 让我去镇里帮下忙 吴臣编着瞎话 柳春桃也连忙接话 是啊 小卖铺就我自己在看着 实在是走不开 所以才麻烦吴臣大兄弟的 女人的直觉都是十分灵敏 尤其是在男女之事上 乔玉兰眼神狐疑 落到柳春桃身上 随后又落到吴臣身上 吴臣尴尬地挠了挠头 她心中其实已经紧张到极点 已经和乔玉兰 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很好 如果今晚被乔玉兰发现了端倪 那可不好收场啊 柳春桃则满脸无所谓 甚至用挑衅的眼神回看乔玉兰 她知道乔玉兰和吴臣之间 肯定是有点什么关系 可她不在乎 按照她的想法 现在结婚的还能离婚的 你喜欢吴臣 我也喜欢吴臣 大家公平竞争呗 看谁的手段高了 那你们聊好了吗 小臣 我找你有点事 乔玉兰面不改色地说道 呼 吴臣长出一口气 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聊好了 聊好了 春桃姐 过两天我就去帮你 柳春桃也知道 今晚恐怕发生不了什么 她递给吴臣一个娇媚的眼神 那吴臣大兄弟 就这么说定了 姐姐等你哦 她朝吴臣眨了眨眼睛 说完 柳春桃扭着腰肢离开 等柳春桃走远后 乔玉兰走过来 一言不发 正正地盯着吴臣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吴臣心虚地问道 乔玉兰悠悠叹了口气 美艳的脸颊上露出一抹伤神 你如果实在想要 可以来找我 吴臣一愣 她连忙摆手 玉兰姐 你误会了 我和柳春桃 我的心意 你还不懂吗 乔玉兰丢下这句话 扭头直接跑开 只留下吴臣一人 呆呆地站在原地 她有心想追 可最终还是放弃了 今晚发生的一切 实在是让她有些始料未及 回到家中 吴臣连洗了半个小时的凉水澡 才消退了心中的那股火 今晚注定有许多人辗转难眠 你说吴臣那小子 到底有多少钱 竟然能盖起一座二层小楼 比咱家还要气派 李大发躺在床上 对一旁的王秀娟悠悠说道 神色之中满是羡慕极度 你管人家有多少钱 反正有钱就对了 赶紧睡觉吧 王秀娟不耐地说道 不行 李大发猛拍一下床 一屁股坐起 嚷嚷道 我是村长 村里面最有钱的应该是我 他无尘算哪根葱 你干嘛呢 大晚上 大呼小叫的 王秀娟不满的身腿 狠狠蹬了下李大发 得想办法 李大发眼珠子 咕噜咕噜地转动 嘴里嘟囔着 和李大发过了这么长时间日子 王秀娟对她可是十分了解 知道李大发肯定又在憋坏水了 不会又让自己去勾引吴臣 她好去敲诈吴臣一笔吧 王秀娟心中一百个不愿意 要是村里其他人也就算了 吴臣她可是一直惦记着 还不想将两人的关系闹得太僵 那样以后还怎么将其勾到手 你别想了 我们睡觉吧 王秀娟坐起身 环臂搂着李大发的脖子 按照王秀娟的设想 老娘这一番勾引 李大发这家伙肯定忍不住 只要一做那事 无尘的事她就能放下来 谁知 李大发如惊恐之鸟一般 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 你干嘛 扑了个空的王秀娟嚷嚷了起来 刚刚李大发甩开她的力气太大 差点的就把她给甩到床下 我先去蹲个坑 你先睡吧 李大发提着拖鞋慌张地出了屋 废物 老娘怎么会嫁给你个废物 王秀娟坐在床上破口大骂起来 已经走到院子里的李大发 身子顿了顿 头也不敢回 王秀娟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等了半天 也不见李大发进来 王秀娟恨得直咬牙 她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怎么都睡不着 马上三十的她 即将进入女人的巅峰时期 老话说得好 女人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五十坐地能稀土 王秀娟心底的那股子邪火 已经完全被勾起来 她竟自顾不暇地帮自己缓解 蹲在院子中的李大发 嘴里叼着一根烟 狠狠地吸着 听着屋内王秀娟发出的羞羞声 她一脸的愁苦 似乎有解不开的心事一般 终于 羞羞声停下来 李大发狠狠吸了几口 手中已经燃到烟屁股的香烟 似乎做出了某个决定 从怀里掏出手机 拨通电话 嘀咕地讲了起来 吴晨第二天微微亮就睁眼起床 无论她多晚睡 第二天总能准时地在五点多起床 这是她在部队里养成的好习惯 围着村子跑了一圈 等身子微微发汗后 吴晨回到自家的院子 开始打起了拳 部队里面的军体拳 十分简单 但是吴晨打得却非常有气势 一拳一脚下去 先动着周围的风声 一股几乎肉眼可见的气流 在她身体周围流转 浑身的骨骼 发出如炒豆子一般 咯蹦咯蹦的响声 如果有精通军体拳的人在这里 一定会大吃一惊 简单的军体拳 吴晨竟然能练到如此境界 简直快到了大简化繁的地步 啊 打了一遍 吴晨精神抖擞的收拳 朝阳升起 照射在吴晨内健壮的身体上 彰显着浓烈的男性气息 如果让村子里面的那些女人看到 估计会尖叫起来 饿了 该找点东西吃吃了 吴晨摸了摸鸡肠碌碌的肚子 习武之人每日大量的锻炼 消耗的体力多 所以饥饿赶来的也快 她回到屋里 却突然发现屋里面竟然没有米面 新搬来的房子 哪里会准备这些东西 要去买一点回来啊 可吴晨有些纠结了 但村子里面只有柳春桃一家小卖铺 昨晚的是她仔细回想 越想她越害怕 万一昨晚她真的和柳春桃发生点什么 不说乔玉兰会不会和她闹 要是万一传到村子里 她的名声也会毁了 细思极恐啊 但是不去的话她就要到镇里去买 无疑会很麻烦 吴晨咬了咬牙 人家女人都不害羞 她一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好害羞了 心一横 直接出门朝村头柳春桃的小卖铺走去 走到半道上就看到村里面的人 一窝蜂地朝村头跑去 怎么回事 吴晨心中好奇 也加快了脚步 到了村头 她发现村里的人里 三层外三层地围在柳春桃的小卖铺门口 出事了 她的心中一咯噔 拨开人群挤了进去 就看到柳春桃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着 围着的村民也是纷纷议论 犯啥事了 派出所的怎么把大兵给带走了 听说是去城里找女人才被抓的 嘖嘖 没想到大兵挺老实的一个人 竟然会干这种事情 村里的人指着坐在地上的柳春桃 纷纷议论起来 住在农村 最怕的就是闲言碎语 有时候这些闲言碎语 甚至能杀人 听着周围村里人的议论 吴臣大概已经猜出发生了什么事 男人出去找知心姐姐这不奇怪 但是柳春桃的男人 虽然好吃懒做一点 但是却非常老实 按说不应该啊 大家都散了吧 有什么好看的 一直站在人群前面的李大发挥手 驱赶着围观的村民 李大发在村里 多少还是有些威望的 很多村民都惧怕他 毕竟他是村长 手中有些小权利 如果想给那个人穿小鞋的话 很是轻松 等村民散开得差不多了 李大发走到柳春桃的身旁 春桃妹子 别哭了 不就是大兵被抓进去了 多大点事啊 哥哥有办法给你解决 地上的柳春桃一听 连忙抬起头 原本俏丽的脸上梨花带雨 格外惹人联系 村长 你真的有办法把我男人救出来 他可不能坐牢啊 他要是坐牢了 让我以后在村里怎么见人 柳春桃着急地说道 说着他的眼泪忍不住又落下来 说实话 他对自己那个好吃懒做的老公 并没有多少感情 即便是对方死了他 估计都没多伤心 可是他害怕自己的男人坐牢啊 村子就这么大地方 一旦哪家有人坐牢 不管犯的事是什么 村里面的人肯定会戳他的脊梁骨 这辈子他都别想抬起头 别害怕 有我在呢 我不是说有办法的吗 李大发看着柳春桃那焦急的样子 面上不经意地闪过一丝喜色 这柳春桃越着急 资格的目的越容易达成 什么办法 村长 你就别卖关子了 赶紧告诉我 柳春桃着急地问道 李大发沉吟了片刻 大兵这事可是触犯了法律 如果追究下来 大兵肯定要蹲大牢的 话说一半 他顿了顿 村长 柳春桃脸色更加惊慌 别怕 春桃妹子 我在派出所有点关系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我能帮忙说上几句话 柳春桃一听 大喜起来 连忙感谢道 村长 你说的是真的吗 只要你能将我家那口子救出来 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啊 一直站在一旁的吴臣 却皱起来眉头 这李大发一直以来都是那种 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主 按说不是什么好心人 怎么这回会主动提出要帮助柳春桃 更何况找知心大姐姐并不算多严重的罪 最多不过是罚点款 拘留几天 远远不够上蹲大牢的地步 李大发明显是在吓唬柳春桃 吴是献殷勤 非奸极道 李大发绝对没安好心 吴臣心中肯定 但他没吭声 静静地在一旁冷眼旁观 他倒要看看这李大发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舅 我肯定能把大兵给救出来 不过嘛 你也知道 人家毕竟吃公家饭 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放人 总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李大发搓着大拇指暗示着 都是成年人了 如此明显地暗示柳春桃岂能看不出来 他迟疑了一下 随后窃窃地问道 多少 如果是哥在平常 他那好吃懒做的老公 想从他这里拿一分钱都难如登天 可今时不同往日 为了自己的颜面 柳春桃想着要是能花个几千块钱 就能将他老公给捞出来 他也认了 李大发伸出两根手指笔花了下 两千 好 没问题 柳春桃没有丝毫迟疑 他在村里开小卖铺 虽然也没挣到多少钱 但两千块钱他还能拿出来的 春桃大妹子 人家可是国家的人 想从国家的手里面捞人两千块钱可不够 李大发摇头说道 不会 不会是两万吧 柳春桃有些结巴地问道 李大发确定地点了点头 最少是两万 能不能捞出来还不一定呢 我的天啊 我去哪里找两万块钱啊 柳春桃浑身一软 差一点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两万块钱对他来讲 无异于天文数字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吴晨嘴角冷笑 李大发很显然是想浑水摸鱼 借着柳春桃男人出事 从中捞上一笔 这个家伙果然没安好心 如果这是他没看到也就算了 今日既然被他看到了 说什么他都要站出来 管上那么一管 哎哟 狮子大张嘴啊 吴晨慢悠悠地走过去说道 正等着柳春桃回复的李大发 听到吴晨的声音后 面色不由未知一沉 不悦道 吴晨 这里没你的事 该干嘛干嘛去 呵呵 我来买东西啊 怎么 难道我买东西你也要管 吴晨根本不搭理李大发 静止地走到柳春桃身旁 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他 春桃姐 我来买东西呢 你没事吧 吴晨关切地问道 失魂落魄的柳春桃回过神来 看到扶着自己的吴晨 眼泪又忍不住地落下来 如果不是李大发还在一旁 他绝对忍不住扑到吴晨怀里 说到底 柳春桃即便平日里表现得在泼辣大胆 但他始终是个女人 遇到这种事情 他也需要有人来依靠 春桃姐 别怕 有我在呢 看着柳春桃这个样子 吴晨的心也不禁软了下来 他柔声安慰道 一旁的李大发可急了 眼看他的好事就要成了 谁知道半路上杀出来个吴晨 实在是可恶 李大发心中恨得直咬牙 可他又不能表现出来 别提都憋屈了 春桃妹子 你考虑清楚了 派出所那可不等人 没钱人家可是不放人 等大兵被判了 到那时 有钱都不好使了 李大发威胁道 柳春桃一听急了 刚想开口 吴晨一把拉住了他 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村长啊 我说你还是村长呢 懂不懂法律呢 吴晨慢悠悠地说道 又被打断的李大发不耐道 这里没你的事 哪梁快给我哪待着去 他现在都快恨死吴晨了 如果不是看他人高马大 还当过兵 李大发绝对一巴掌 直接抽过去 当然 只能想象一下 真让他和吴晨动手 打死他都不敢 哈哈 还真是知法犯法哦 春桃姐的老公触犯了法律 该怎么判施国家的事 你身为村长 如果这是捅上去 嘖嘖 吴晨慢条思理地说道 柳春桃虽然不知道 吴晨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但不知为何 他对吴晨不自觉地 就生出一种信任感 所以也没插话 李大发的脸色一变再变 他不是傻子 听出吴晨言语之中威胁的意思 如果这是真的抖搂出来 他村长是绝对做不成了 毕竟相当村长除了村民的选举之外 还要镇上的同意 好 你很好 吴晨 咱们走着瞧 李大发指着吴晨撂下一句狠话后 气呼呼地转身离开 等李大发走远 吴晨扶着柳春桃走进小卖铺 吴 吴晨 我的命好苦啊 嫁给一个好吃懒做的废才不说 他竟然还做出这种事 真被判刑了 这让我以后那还有脸继续在村子里待下去 进屋的柳春桃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委屈 扑到在吴晨的怀中 吴晨尴尬了 他张开手 不知所措 双手放那里都不合适 丰满的身子入怀 淡薄的衣服 根本遮不住两人的体温 感受到柳春桃那蜂蜜的身姿 吴晨有些燥热 尼玛 人家正在伤心的时候 可不能想着这些事 那也太禽兽了 吴晨心中暗叫 好在今天出门 他穿的是牛仔裤 心中正伤心的柳春桃 也没察觉吴晨的变化 等柳春桃哭了一会 发泄了完 情绪稳定后 吴晨这才开口 春桃姐 没你想得那么糟糕 大兵哥不会被判刑的 柳春桃文言一愣 可 可李大发说会呀 他都触犯了法律了 村里人大多没读过多少书 基本都算得上法盲 你老公确实触犯了法律 可他那太轻了 最多也就罚个几千块钱 然后拘留几天 李大发那是在吓唬你 吴晨说道 真的 柳春桃连忙问道 吴晨点了点头 两相比较 柳春桃肯定相信吴晨 他摸了摸眼角的泪痕 这个不是东西的李大发 真不是个好东西 竟然敢问我两万块钱 这不是诈骗老娘 看老娘怎么骂她归儿子 得知自己丈夫没事的柳春桃 再次恢复以往泼辣的性格 吴晨笑着道 春桃姐 李大发的事情先放一放 先说你丈夫的事 他怎么就找女人去了呢 别提那个魂球 谁知道他脑袋甚至被驴踢了 今天一大早 村西的狗声喊他出去进货 谁知道没多久 警察就过来说他 因为找狮子女被抓了 柳春桃一脸的愤愤不平 他对自己那废物丈夫 已经失望到了极点 怒其不争 恨己不幸 原先他好吃懒做也就算了 最多不过是他养着整个家 现在可好 竟然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还被警察抓去了 同时 柳春桃心中还有几分愤慨 老娘尝的也不差呀 你不在老娘身上施展 区区外面花钱 难道他还不如小姐吗 狗圣 吴晨连忙问道 是李大发的侄子吗 是啊 就是那魂球 柳春桃美好气地说道 他现在对狗圣也是恨得咬牙 这件事一定蹊跷 吴晨越觉得这是没那么简单 拉着柳春桃丈夫出去的是 李大发的侄子 出事之后李大发又来问柳春桃要钱 怎么哪里都有李大发 不过虽然怀疑 可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指明 就是李大发做的 吴晨只能将怀疑都压在心底 春桃嫂子 你别着急 等一下我陪你去镇上的派出所看看 吴晨安慰道 事情的原委 一切等见到柳春桃的丈夫 就全都会水落石出 嗯 柳春桃温顺地点头 随后目光落到吴晨的身上 他伸出手就要撩起吴晨身上的衣服 吴晨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朝后退了好几步 春桃姐 你这是干嘛 这柳春桃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丈夫还在派出所呢 就想着和自己做那事 鉴于之前柳春桃的行为 他不得不往那方面想 吴晨兄弟 你害怕什么 嫂子又不会吃了你 刚才嫂子把你身上的衣服弄脏了 想帮你洗一下而已 你想哪里去了 柳春桃脸颊微红道 吴晨低头一瞧 心口处确实湿漉漉的一片 都是柳春桃刚刚哭泣导致的 嗨嗨 春桃嫂子 不碍事 等一下就干了 还是赶紧处理你丈夫的是吧 吴晨白手拒绝道 他就这一件衣服 如果柳春桃给自己洗了 那他不得光着膀子 被村里的人看到 不知的传出什么流言蜚语 见吴晨不愿 柳春桃也没抢求 我收拾一下 咱就去 他站起身 直接开始脱衣服 一点避讳吴晨的意思都没有 吴晨看傻眼了 本来有心转过头 但又一想 人家一个女人都不怕 他一个大老爷们 有什么好害臊的 三下午除二 柳春桃就将身上的衣服 全部吞下 身上只穿着贴身衣物 吴晨仔细打量柳春桃 发现其身材竟然极好 尤其是上身的弧度 看着就让人热血沸腾 嫂子好看吗 忽然 柳春桃妩媚地问道 咕噜 吴晨吼姐滚动 咽了口口水 连连点头 正是血气方刚的他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诱惑 心情有些激动不已 好在柳春桃正为丈夫的事情烦心 也没继续勾引吴晨 等他收拾完毕后 两人朝镇上派出所赶去 刚想进去 就被门口警停一年轻的警察拦下来 有什么事 拦下两人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警察 普通人哪怕性格再大大咧咧 到了派出所这种地方 都得心生胆怯 柳春桃客客气气地说道 这小哥 我是刘斌的媳妇 他被你们抓起来 我想去看看他 犯什么事进来的 年轻警察漫不经心地问道 柳春桃脸上露出羞愧神色 毕竟谁家男人因为找女人被抓进来 都是一件很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 找失足女 柳春桃用微弱不可闻的声音回道 啥 你说的啥 能不能大声点 也不知这年轻警察是有意还是无意 冲柳春桃大声地嚷嚷起来 柳春桃吓得脖子一缩 脸颊也通红起来 吴晨健壮 上前一步 客客气气地说道 他丈夫因为找失足女被抓进来的 这位警察同志能否让我们进去看看他 年轻警察上下打量了一番吴晨 脸上露出玩味的神色 也没多说 起身直接又坐回到井亭外的椅子上 无尘眉头微皱 他们不过是进去看看人 怎么这年轻的警察这个态度 连大门都不让进吗 柳春桃眼珠子转了转 连忙从兜里掏出一盒力群 走过去塞给翘着二郎腿的年轻警察 这盒力群是他专门带来的 出门求人办事 有烟在手 肯定好十点 这位小哥 你就让我们进去看看 年轻警察瞥了一眼柳春桃递来的力群烟 不动神色的将烟揣进兜里 登记一下吧 他指了指身旁桌子上的登记表 柳春桃连忙上去登记一番 两人这才被放了进去 走进派出所的值班室 整个值班室就一长了一脸青春痘 戴着一个黑矿眼镜的女警 女警低着头摆弄着手机 对于进来的吴臣和柳春桃 置若不稳 你好 我们是刘斌的家属 吴臣客客气气地说明来意 埋头玩着手机的女警 连头都没抬一下 手机里传出一声声枪械的击打声 滴滴滴滴 怎么这么的态度 他们是来看犯人的 可这镇上 派出所的人要不就像门口年轻警察一样 不给咽不让进 要不就和这女警一样 低头玩着手机 搭理都不搭理一声 吴臣强忍着心中的火气 拍了拍女警前面的桌子 你好 可这回还没等她话说完 女警头也不抬不耐道 你嚷嚷那么大声做什么 我耳朵没聋 你嘛 是我嚷嚷还是你嚷嚷 想着来到这派出所后受到的待遇 吴臣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 他脑袋一转 扭头对柳春桃说 我们给老王打个电话吧 他是县里报社的记者 我想他认识的人应该多点 柳春桃一愣 老王是谁 他可不认识什么当记者的老王 不过很快他就明白吴臣的用意 连忙附和道 是啊 我们来连人都见不到 还得靠老王 聪明 吴臣扬装着就要从兜里掏出手机打电话 低头玩手机的女警一听 脸色顿时变了 他们这些公职人员谁都不害怕 唯独最害怕的就是媒体记者 哪个单位没点黑幕 别的不说 但他上班玩手机这一点被捅出去了 就足够他喝一壶的 你们等一等 女警放下手机站起身喊道 吴臣心中冷笑 可他却装作没听到一般 才兜里掏出手机就要拨打电话 女警哪敢让吴臣将电话打通 连忙小跑着过去 打什么电话 刚刚我处理点公务 没听到 你们来有什么事情吗 语气十分客气 和刚刚那傲慢的态度 简直判若两人 处理公务 糊弄鬼呢 吴臣指着桌上的手机 笑着调侃道 公务繁忙啊 现在科技发达了 手机都可以处理公务了 佩服 青春痘女警的脸 刷一下就红了 那一脸的青春痘印记 更加明显 可碍于吴臣认识报社记者这一点 女警只能陪着笑脸说道 你们来有什么事吗 能帮忙的 我一定帮忙 他紧张地盯着吴臣的手机 生怕吴臣拨通电话 叫来什么报社记者 吴臣哪里认识什么报社记者 他不过是在吓唬女警罢了 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见好就收 他收起手机问道 我们是刘斌的家属 他被你们抓起来 我们想去看看他 刘斌 哦 就是上午因为找失足女 被抓来的那个是吧 他在拘留室呢 我带你们去吧 镇上的派出所 平日里并没有很多犯人 隔三差五才会被抓进来一个 所以女警一听吴臣爆出名字 就知道他要找的是谁 跟着女警来到拘留室 就看到拘留室椅子上 坐着一个干瘦猥琐 顶着鸡窝头的中年男子 正是柳春桃的丈夫刘斌 探监时间15分钟 女警丢下一句话 直接扭头走人 按照规定 有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来探监的话 警察一定要在一旁 防止出现意外 可刘斌被抓进来 只是因为找失足女 只是触犯了治安管理法 罪名太小 他游戏还没打完呢 哪里有心情在一旁干站着 呜 老婆 你终于来了 赶紧把我出去啊 刘斌如同看到救星一般哭喊着 一点都没有 快40男人应有的稳重 柳春桃脸上不经意之间 流露出一丝厌恶的神色 他最讨厌刘斌的地方 不是他好吃懒做 而是他一点男子气概都没 你别嚷嚷了 还不嫌丢人吗 柳春桃厌恶的呵斥道 我 我是被冤枉的呀 老婆 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刘斌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说道 吴臣神色一动 他走上前询问道 怎么回事 你给我讲讲 你是谁 刘斌这才注意到 跟着一起进来的吴臣 脸上露出几分戒备的神色 虽然吴臣回到村子 已经有段时间了 可是刘斌每天待在家里 每天吃了睡 睡了吃 也没和吴臣碰过面 所以并不认识 这是吴臣 咱们村的 你不认识了 人家刚当兵回来 柳春桃接话道 随后不耐地说道 别废话了 吴臣大兄弟是来救你的 他问你什么 你老实回答就可以了 钱是英雄胆 在一个家庭中 谁掌握了财政大权 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这些年一直都是 柳春桃赚钱支撑这个家 所以在他们家 柳春桃说话十分管用 吴臣大兄弟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早上狗生的赖熊 喊着我去镇上 到了镇上 他就说要请我按摩 我想这么好的事 不去白不去 谁知道进去后 里面的女的就要脱我衣服 然后警察就来了 非得说我找失足女 刘斌一边喊冤 一边讲述着自己被抓进来的经过 说完后 他眼巴巴地看着吴臣 果然是个陷阱 听完刘斌的讲述后 吴臣几乎可以肯定 刘斌肯定是狗剩下套了 所以才被抓进了派出所 而幕后的人 极有可能是李大发 吴臣兄弟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你可得将我救出去 只要你能将我救出去 以后你就是我的恩人 我当牛做马 也会报答你的 刘斌急切地说道 甚至连当牛做马 都说出口了 看着刘斌 这么没囊气的样子 柳春桃厌恶到了极点 他现在只觉得 自己当初怎么眼瞎成那样 看上这么一个废物 要是他能有吴臣十分之一 不 百分之一就可以 那该多好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有了吴臣 让柳春桃 越发看不上自己丈夫 严重了 都是一个村子的 能帮忙的 我肯定帮 再说你这也不是什么重罪 最多交点罚款 就可以出去了 吴臣安慰道 问清楚事情的原委 吴臣和柳春桃 就从拘留室走了出来 吴臣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柳春桃急切地问道 他现在完全没了主心骨 一切都依靠吴臣 吴臣 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去找那女警 最多交点罚款 就能将你丈夫领走 柳春桃点了点头 只要耐将刘斌 赶紧从派出所救出来 交点罚款他也认了 只当破财免灾了 两人随后又来到值班室 女警依旧玩着手机 不过看到吴臣和柳春桃进来后 这回他倒是连忙放下手机 我们想把刘斌保出来 不知可以吗 吴臣开口问道 女警面上露出男色 他摇了摇头 不行 这是我做不了主 吴臣不解地问道 那谁做得了主 我们所长 想要保人出去 你只能找我们所长张小军 他不开口 谁也不能将人保出来 女警老实地回答道 他对吴臣还是有几分惬意 生怕眼前这青年 再把他那报社的朋友喊来 你们所长在哪 我们就去找他 柳春桃急忙问道 我们所长出去了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太清楚 女警回道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能回来吗 吴臣问道 女警摇头 具体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是一个小警员 哪里管得了我们所长的事情 这可就麻烦了 如果今天能确定 所长张小军回来 他们在这里等下也无所谓 可听着女警的意思 有可能就不回来了 那他们再在这里干等 不就和傻子一样 权衡了下 吴臣还是拉着柳春桃 出了派出所 从派出所走出来后 柳春桃一脸的愁容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 感谢观看